有安乐机遇 臣民药儿 就是 臣民是 一向专领 但能专之 专到什么程度 相识不断 定身复心 这个语气都肯定 念佛的好处 要转 不要砸 我劝人 是一步进 一步论 论是诸起 一步进 夏令狱老巨死的 无量寿经 会几本 一步论 就是这一步诸起 我们采取 黄年族老巨死的 基础 海贤老和尚 跟我们作证 证尽 证知证解 诸起 我们用功 能诸安之 相续不断 我读经 相续不断 我念佛 相续不断 只要做到相续不断 定身 定身 父亲 你就决定的是 精确 后代学质 后代学质 念念 念念相续 是俗地 同时知道 念念不可得 那就真地 真地 这样念佛 是理一心不乱 如果没有想到 念念不可得 一直念下去 念念都有所得 这个是 四一心不乱 统统能往生 理一心不乱 往生 舍抱 转眼度 四一心不乱 往生 方别 犹豫度 我们这个凡夫 功夫不到家 临终最后一念 是幸运痴迷 命念 神念 都能往生 这个是往生 凡神 统统度 但是你要知道 极乐世界 虽然有 司徒 三倍 九品 皆解 有不是没有 而事实上 他的待遇 平等 什么待遇 统统是 法身菩萨的待遇 也就是 统统都是 受暴徒的待遇 你是 三道那边是 同居徒 可是你享受的是 受暴徒 那 受用 他是 平等 世界 哦 这个叫 不可思 这是 一定要去 为什么 这个不是你自己修得的 完全是 阿弥陀佛 无量界 修行 功德 再加上 四十八愿的 加持 让你 一到 纪录 世界 你的智慧 神通 道理 就跟 法身 菩萨 平等 对 借助 阿维 悦知 菩萨 阿维 悦知 就是 法身 菩萨 对 这是极乐世界 无比 殊胜 不能不去 不去就大错 特错了